黑白對比色,配上木材,橫色及灰色的傢俬,單位圍繞著大地色系 用色不會過冷或過熱,給人一種踏實和諧的感覺 單位接近340呎,原則兩房改為開放色 這個改動更能夠切合屋主的需要,同時可以將海景放大 原則是一個眼鏡房的單位,即是在兩隻美景的窗前有兩間睡房 另外客廳會在開門對著位置成一個窗方形,有一隻側窗 因為我們要將這個很美的海景帶進來給單位最多的部分 所以就將在左邊那間的小房拆除 現在窗外的海景可以說是包圍全屋 客廳的梳化後面一直到睡房的床邊,都可以享有往闊的海景 客廳的電視牆身,層架,浴室門,以至睡房的衣櫃 同時統一都游上了碳灰色,整個布局經過了色深的安排 就像一個碳灰色的盒一樣,置在整個單位的中間 令到這個深灰色位,在這個淺色空間可以成為提升立體感的效果 在房間少了實場分格,透過升高一級地台 有了劃分空間 旁邊的木製茶几附有立體感 其餘的布置和裝飾都比較簡潔 原則的兩間房間都有窗台,一帶一細 為了令到視覺上整齊一些 設計師就在窗台的前面,加裝了大型的木製書架 並且賦予窗台不同的功能 他們的深度是一樣的 大那個窗台延伸了,我們就變成了床睡覺的位置 小那個窗台就可以作為另一個閱讀區 因為這兩個有窗台的窗都是對著一個很漂亮的海景 不論是睡覺好或坐在這裡去到看書好 其實都是一個很舒服的位置 閱讀角落靠牆的位置 有一張窄長的木桌裝飾 旁邊隨意擺放著一張 以水泥製成質地粗糙的矮凳 令到這個空間增添了幾分個性 多格式書櫃,給屋主有更多的收納空間 櫃的頂部以黑鐵為邊 而櫃門就用上玻璃 由底至頂的部分都可以放到書 放到雜物 那戶主就選擇了在窗台的陣位對出的位置 就落玻璃門 可以做書以外一些展示性的儲物櫃 單位沒有飯廳 大門的隔離畫出了多一個被屋主閱讀的空間 廚房和圓關位改鋪淺灰色地磚 開放式廚房採用白色的設計 至於雪櫃就搬出了走廊的位置 收藏在設計師所提及的炭灰色盒裏面 收藏在設計師所提及的炭灰色盒裏面 以下,我記得日子和安 Dave